韩国拳手扣爆举牌女郎被告骚扰 因此险些毁掉职业生涯 再次跟举牌女郎合影时被吓得四处逃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缘由 这名韩国拳手名叫条大城 擂台上人称风狗 是韩国综合格斗界的知名人物 而这个故事要从2016年的一场比赛说起 条大城在路德FC的擂台上 遇到了另一名韩国拳手金晶品 凭借着超强的实力 姚大城很快就击败了此次的对手 赛后兴奋之情尽显脸上 跟团队进度完跟举牌女郎合影时 一个动作差点毁掉了他的职业生涯 因赛后过于兴奋多次将举牌女郎落在怀中 就在这场比赛过去不久后 他就被这位举牌女郎告上了法庭 指控其涉嫌骚扰 仅此一事之后 吓得他再也不敢靠近举牌女郎 在之后2017年的一场比赛中 姚大城再次战胜了对手取得了胜利 但在赛后合影之际时却微微怒怒 看见举牌女郎更是吓得四处逃窜 不敢跟举牌女郎有任何肢体接触 面对举牌女郎的热情似乎 朴大城一边逃窜一边说着 不要坏 这其中的辛酸大概只有他一人知道吧 最终逃不过工作人员的劝劝 小心翼翼地站在举牌女郎旁边